你也有風險 關少娘說就好了 王逸華也要不斷道歉 王逸華道歉 王逸華是什麼事 王逸華好像說 昨天還看見他笑細細 笑口細細 跟關保衛澄清 不是這個問題 不關關保衛 因為他踢完球 人們問他 據聞你說跟關保衛求婚 走得很近 走得很近 他贏完球就笑口細細 他就說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女子就說這些閉話 所以他自己也 沒有去回應 為什麼 現在很好笑 大陸人說他踢毛球 是不是很好笑 你知道你跟大陸人踢球 又鬆爭又脫又成 現在竟然說 王逸華踢毛球 說他求品差 怎樣求品差 求品見人品 你了解他真實的一線 是因為 深入民心 因為他做橋樓豐 那是那個紅色的那個人 畫面上這個人 就困到王逸華 王逸華 跌到之後 就覺得你這樣困下來 這樣也沒有牌 就沒有天理 一腳就 然後起床前 就誓了這人一腳 然後誓人一腳 還生氣凶狠 後面熔光球隊 靠近他的時候 然後凶狠地甩手 哇 太硬硬 先了吧 他說那些火泥 是因為你這人 矇得太壯 可能就是他 就是man 抹王逸華 而且還不斷地 抹王逸華 這些為什麼會 這麼老皮 這麼發爛 其實多數都有些前因 才會有後果 一定是累積出來的 當然很多人都會說 如果王逸華 這樣也沒有王牌 這樣迫銜當年 就真的很冤枉 很好笑 現在終於道歉 說自己不理智 和初初 玫瑰玻璃 他在說什麼 部隊不曉 我做錯了 我是非常喜歡踢足球的 保證 不容許自己 再發生什麼 任何情況發生 你可以看到 一個全新的王逸華 其實為什麼會 說他球品差 我就懷疑 因為輸了 因為贏了球 是小粉紅 這樣也贏到 這樣也贏到 如果你最後 如果你穿超 王逸華 他們輸了 就不會講這些話 是在笑鬼 王逸華 即是茅圓都輸 那你就慘死了 你贏球 你是因為茅 你打茅球 贏 有什麼這麼厲害 今天道歉 就是王逸華 我想明天道歉 就輪到 梁朝偉 很快講完 這個好笑 因為他現在在大陸 就拿這個 終身成就 金師獎 是吧 你看他的樣子 很平淡 最重要 是他拿獎 的手勢 大哥 真的是 他拿獎的時候 說些很韓科的說話 有沒有在法國的時候 拿獎 那個激動樣 他法國的時候拿過什麼獎 那時候叫金師獎 現在拿過什麼獎 那個叫做 大哥在廈門 班門 那個獎 金雞 什麼金雞獎 人家是金師 你是金雞 你真是雞過人 在廈門拿獎 我剛才看過 你之前拿獎 那些什麼人 幾屆拿獎 那些什麼人 這個獎 怎麼來的 因為他得名是來自於 毛澤東所指示的 中共文化藝術方針 八家齊放 八家真名 據前者設立百花獎 那時候設立百花獎的年份 原來是農曆雞年 所以最後叫金雞碑 看到有金雞碑 就叫做金雞獎 總之就給了一個寓意出來 毛澤東說 有一個百花獎 也有一個金雞獎 因為你看看金雞獎 之前幾年 拿獎是什麼人 你認識不認識 今年是梁朝偉 女主角你不認識 什麼叫何彩菲 你看看 之前是朱一龍什麼 再之前那年是張逸什麼 2020年 黃曉明也拿到 黃曉明是不認識演戲的 然後黃曉明是大陸 全部都不認識的 大陸人才認識 記住 我們都認識不完的 每個人都不知道 九五八八的突然間 鬼五馬六 突然間 2023年找到梁朝偉 你真是多謝梁朝偉 給他面子 你拿這個獎 然後大陸人 就說 現在梁朝偉 很不尊敬這個獎 臨走的時候 雞頭向下 條條的 你看看他 還很囂張 就說 哇 我心目中的男神 你看看他的樣子 多麼反骨 在大陸拿獎 應該要端正 他說什麼 端端正正 你在大陸拿獎 就應該要端端正正 在國外 無所謂 怎樣拿都沒有人說 哇 懷疑他拿這個獎 估計都很不屑 只是給他面子 你應該多謝他 你黃曉明 可不可以跟梁朝偉 我只是認識黃曉明 之前幾個人 我只是認識黃曉明 你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豬脫龍 什麼張逸 真是黃景春 還要是老毛 張逸是翻譯過逸 不是TVB老氣骨 張逸 真是 所以現在 我不知道 梁朝偉 會不會 像黃逸華 我錯了 很難說 我希望不會 好了 今天 我再補充一點點 我奧丁徒問 澳洲不就變賓州 澳洲那邊 貿易上 現在和大陸都走得很近 但如果你是軍事上面 你有留意那些南亞 即是廣東南亞小島的新聞 你見到 澳洲在這方面 是很積極的 詳細 麻煩看看 Larry 那個頻道 OK